来给前女友道歉 创造现女友敲门 我情急之下 我起来了 再加上明天我男生 我都要带我去你家 不然是在房间里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东西 哦 你看这又停电了 要不我就手电筒给你照一下 错我看了 也行 哎呀好快些 我包边很放不下呀 要不你长个小两个呢 我喜欢这个改不了尺寸 我跟上次看的特别好看 嗯真的要看的是吗 是吧 太可惜了 哎 你房间要不来呀 我这个 我这个因为我不习惯了 哦你这个还挺好看的哈 我那个真的是又旧又丑 真的不喜欢 没事再看看呗 嗯你那只能这样了 你今天晚上去我那睡吧 嗯 就停电了你多不方便啊 而且这么黑 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呀 嗯 行 那就麻烦你了啊 家家 对麻烦 咱俩都是室友了 你别跟我客气 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收拾你 嗯 嗯 我要换衣服啊 哎呀我穿了 我穿了 冷不冷啊冷不冷啊 哈哈哈 你说你招啥急嘛 住的地方都没弄好 就着急面试 我不上班你养我啊 行啊 哎呦那我要听一听是什么标准啊 那要饲养你的话 饲养什么饲养啊 嗯 要养你的话 一天一百我能养你一辈子 是吗 嗯 你要想过明园那种生活呢 我也能养你一辈子 真的假的 前提是咱俩一收之后就得赶 哈哈哈 多一秒都不行 保个力就给咱俩庆祝去了 行行行行 哎呦他这啥情况啊 说的一点这都两点多了 他就跟我说 负责人还没到呀 嗯 那咱上去看看吧 不能在这干等是吗 走 哎等会儿 啊 他跟我说现在可以上去了 啊 那那就是 桌宝面试顺利啊 成绩会的我上去了 啊 别紧张啊 怎么样吧 没事啊 是他们眼光不行 咱再找更好的啊 不是啊 本来我们今天就说好了 是跟负责人面试的 但是负责人根本就不在 是人事面的我 卧槽 咱等他一个多点 就让人事应付了一下呢 咱上去找他 哎呀哭了 反正负责人不在 咱们找他也没用嘛 那他这不骗人的嘛 我跟你说 估计就是人事为了 完成业绩这么干的 负责人可能都不知道 真的假的 哎这种事多了 没事我上去看看去 哎呀你别去了 你别装着起冲突啊 哎你放心放心 我你还不放心吗 啊 啊啊好 你在那等我就行 啊 哎你哈喽 我找一下你们人事 人事啊 我就是啊 你是过来面试的吗 哦 不是我女朋友刚过来面试 我来问一下 啊 问啥呀 就是 本来约的一点来面试 让我们在楼下等了一个多点 说是负责人面呢 也没见识负责人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嘛的呀 问这些啊跟你有关系吗 哈哈 不是你们这人事都这么牛 哈哈 没事赶紧滚蛋啊 你的 谁滚呢 我让你滚了怎么了 我让你 我跟你说什么意思啊 啊 你有种啊 你等我叫保安啊 来你叫叫叫 骗子公司还这么牛 什么骗子公司 我们公司怎么了 什么叫骗子公司 少爷 哎 你说 少爷 哎 你说 不是 李总你们真认识啊 大家没事都散了吧 哎 少爷咱们到里面说 嗯 来来来 走 不是你咋在这呢 哎 到里面说 哎呀 快坐快坐 我都不知道你在这 哎呀 是唐总传来这上班的吧 咋可能呀 我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刚才怎么回事啊 发那么大脾气 哈哈 我哪敢呀 都是你们人事发的 我啥就没算 哈哈 说说呗 今儿我女朋友过来面试 我陪着她来 我都不知道这是你们公司 我要知道我 不来了都 哈哈 然后呢 让我们在楼下等 呃 约到一点等了快两点 才让我们上来面试 说的是负责任面呢 结果让人事两句话给打发走 我说这啥情况 我上来客客气气问呢 人人是让我滚蛋 哎呀哈哈 你说气不气人 哈哈 这小子 没看出来呀 那你说咋办吧 开了呗 行 我这就去安排 不是我咋都不知道你上这来了 哎呀 我听人安排呗 进 李总 我给你订的KPI 你就这么互动啊 嗯 李总是我的失误 今天副自然那边谁也没跳开 不是 你还搁这装呢 啥情况你自己心里不明白 行了 你已经给公司造成影响了 一会儿收拾点东西去一趟财务 别呀李总 我对公司尽心尽力 就犯了这一个小问题 哼 那这位哥怎么尝过 哎呀行行行 你不用给我整这一套 我又不是你老板 行了 你快去吧 不是 那李总 那你看我来公司都一年多了 咱们是不是得按加一算呢 你还想要赔偿 啊 今天这事你不是第一次干了吧 要不要给你查查 你这给公司造成多少影响 流失多少人才 造成多少损失 啊 还想要赔偿 行了 你快去吧 一会儿才会跟我出去呢 不 你看你招这啥 哎 你那个小女朋友 哎呀 我看他还挺喜欢你们这儿的 你看这安排呗 但是不能让他知道我这一层关系啊 好 没问题 佳佳 咋样吧 说让你明上午十一点来面试 负责人一定在 真的啊 还能让我宝受这委决 啊 我的宝真的好厉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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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